我是如此地受感动 在过去所有的这些音乐的音符之中 或者是这些所说的话当中 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很容易地将我所要表达的说出来 白汉阳会长在1846年冬天离开纳府之前 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位天使 站在位于西部某处一座圆锥状的山丘上 指着山下的一片谷地 大约18个月后他进入盐湖谷 看到了梦中所见的那座山丘 就在我们现在这个聚会地点的上方 就像我们常听到演讲者 在这讲台上所说的那样 白汉弟兄带领一群领袖 来到这座山丘的顶端 将他命名为金奇峰 那是一个对这群现代以色列民而言 充满宗教意涵的名称 在此之前的2500年 先知以赛亚宣告 在这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垫着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 这群弟兄认为这历史的一刻 应验了以赛亚的部分预言 希望能举起一面旗帜 具体呈现列国的旌旗这个比喻 喜伯干张老拿出一块黄色方巾 百汉弟兄将它绑在威拉理查 张老所持的手杖上 然后把这临时制成的旗子插在地上 宣告大岩湖谷和周围的群山 就是预言所指的地方 而主的言语在后期时代 将从此地发出 弟兄姐妹们 这场总会大会及其他大会 延续了先知当年向全世界所做的宣告 我见证 这两天的大会内容 增添了利益一项名证 就是我们圣诗所说的 看西安军旗已展徽 刊登总会大会讯息的英文版杂志 在刊名上简单地印着 惊奇两个字 绝不是出于偶然 随着大会即将接近尾声 我要请各位 在接下来几天好好思考 不仅是你们所听到的信息 还有总会大会本身 独特的壮观景象 想想这样的大会 在我们后期圣徒心中的定位 想想我们 邀请世人从大会中听到 和看到什么 我要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见证 在我们这个时代 你们听到的这些宗固 是借着圣灵的指示 赐给我们的 主的旨意 主的话语 主的声音 是神救恩的能力 各位或许知道 如果以前不知道的话 现在应该也知道了 在这里演讲的人 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 无论男女 都没有事先指定主题 每位演讲者 都要进食和祈祷 研读和寻求 写写停停 不断地修改 知道有把握 那就是主希望他们 在这场大会上 此时要讲的主题 你们在总会大会 过去这十个小时 听到的每位演讲者 都尽力忠于 他们所接受到的提示 他们每个人都哭过 担心过 并热切地寻求主的带领 来引导他们的思绪和措辞 百汉阳 曾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这个地点的上方 我则看见这群天使 站在这里 总会职员们 对这样的形容 会感到很不自在 但他们在我眼中 确实是如此 他们是带来天国信息的 世上天使 这些人跟你我一样 会在健康 财务和家庭方面 遭遇困难 但是他们凭着信心 献出自己的生命 投入交付给他们的召唤 并担负重任 去宣讲神的话语 而非自己的意思 想想你们在总会大会 听到的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都没有经过协调 只凭借着上天的指引 这些信息 怎么可能不具多样性 参加大会的人 无论我们看得见 还是看不见 大多数是本教会的成员 同时借由奇妙新颖的 通讯技术 聆听演讲的教会外人士的比例 也不断升高 我们必须向 我们相当熟悉的人演讲 也要向我们 一无所知的人 说话 就教会内而言 我们演讲的对象 必须包括儿童 青少年和单身成人 中年人和年长者 我们还必须对家庭 及家中的父母子女讲话 甚至是对那些尚未结婚 结婚没有子女 和离家遥远的人演讲 总会大会期间 我们总是强调信心 希望 仁爱 以及基督受盯 十字架 等永恒的真理 甚至得直言不讳的 针对目前特定的道德问题来演讲 经文吩咐我们 对这一代只要说悔改 别的都不要说 然而 我们同时必须传 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并且一好伤心的人 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 这些大会讯息 都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并且宣告 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这些讲道如此多样化 为的是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听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对此 我想海勒里会长 多年以前的描述最为贴切 他说 福音显然是要安慰受苦的人 并使安逸的人受苦 我们一直希望总会大会中的教导 能像基督当初所教的那般 宽容和热情 不过也要记得 纪律也是他信息中一贯的要求 耶稣在他最著名的讲道中 一开始便宣告 人人都想拥有的美好 且温柔的祝福 那应许给虚心的人 清心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和温柔的人的祝福 那些山上宝训是多么起敌人心 对于灵魂具有极大抚慰的力量 但是在同样的讲道中 教主 救主继续教导 使人和睦的人和清心的人 所走的路 必定会越来越窄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他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 同样的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 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 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门徒之路 显然是一条上坡路 路越来越窄 直到我们来到令人望而生确的巅峰 就是她在讲道中所说的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最初在低地上 展现忠诚是轻而易举的 而在面对显示真正门徒精神的高峰时 一切就变得极为艰巨和严格 因此 凡认为耶稣教导无罪神学论的人 显然并未仔细阅读经文 在成为门徒这件事上 教会并不是数十点 不可能让我们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来点菜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万西都必跪拜 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基督 同时也必承认救恩仅来自祂的道路 尽管我们希望总会大会能同时兼具 严肃和抚慰人心的信息 但请各位放心 当我们谈到棘手的问题时 我们了解不是每个人都在看色情媒体 逃避婚姻或有不正当的性关系 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违反安息日 做假见证或虐待配偶 我们知道在座的各位 大多数人都没有犯这些罪 但我们被赋予一项神圣的责任 要警告犯了这些罪的人 无论他们在世上哪个角落 因此 如果你们正竭尽心里做到最好 例如 虽然调皮捣蛋的孩子 把家里搞得一团乱 但你们还是尽力开家人家庭晚会 那么 当我们谈到这主题时 你们可以给自己打上不错分数 然后听听其他演讲 是否谈到你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我们凭着圣灵教导 和你们也借着圣灵倾听 演讲者当中 会有人针对你们的状况 直接给予你们先知般的信息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总会大会 做我们的见证 连同其他人要做的见证 因为无论哪一种方式 神都有办法 让世人听见他的声音 主 你对他的先知说 我派你们出去做见证 并警告人民 并且在你们的见证之后 地震的见证就会来到 雷鸣 闪电 暴风雨 汹涌泛滥的海浪声 等等的见证 也都会来到 天使 要吹着神的号角 大声呼号 来到这讲台的这些世上天使 都以用他们个人的方式 来吹神的号角 每篇讲道 就定义上来说 都是一项见证和警告 甚至连大自然本身 也都会在后期时代 发出见证和警告的声音 孟孙会长等一下会上台 为这次的大会画下句点 请让我为这个受人爱戴的人 说几句话 他是资深使徒 也是我们今日的先知 先知们背负着 我所提到的那些责任 他们的生活显然并不轻松 孟孙会长的生活 也不轻松 他昨天晚上在圣职聚会 就特别提到这一点 他36岁被召唤为使徒的时候 孩子分别只有12岁 9岁和4岁 孟孙姐妹和孩子们 把丈夫和父亲 奉献给教会和教会事务 自今已有50多年 他们承受了每一个人 都要面对的病痛和心毛 以及人生的祈福和风雨 将来他们无疑还会遇到其他的问题 但孟孙会长却毫不退却 他欣然度过这一切 任何事情都不能令他灰心丧起 他有着过人的信心和毅力 会长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管看得见看不见 我要说我们爱您 敬重您 您的全新付出 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我们感谢您的领导 其他14位具有使徒职份的人 还有坐在台上的其他人 我们面前的会众 以及在世界各地聚集的广大群众 我们都爱您 支持您 并在这事工上与您 携手并肩 同心合力 您是带来天国信息的使者 从世界奠基以前 就已被召唤 要向全世界挥舞 耶稣基督福音的近期 您卓越非凡地推动这事工 我要为我们所宣扬的福音 及这福音所带来的救恩 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